第十题,小林测量一颗大理石的体积,他将足够放入此大理石的烧杯装满水后,再将大理石放入水中,收集溢出烧杯外的水体积为75.0毫升。 若小林改将烧杯装满密度为每立方公分0.8克的酒精,再将同一个大理石投入,则溢出烧杯外的酒精体积因为下列合者,这就是所谓的排水法,物质就是具有质量占有空间,空间被我占据了,别的东西就不能够再来占据同样的空间,所以投水法投出去的时候,我们的液体会被排出, 排出的体积就是物质的体积,现在是同一个大理石,所以他所排开的液体体积就是相同的体积,所以不管他是排开水还是排开酒精,他的体积都是一样的,因此的话排出了水的体积是75.0毫升,排开酒精也应该是75.0毫升。 所以第10题问我们说,则溢出烧杯外的酒精体积因为下列合者,我们答案选的是B75.0毫升。